哈喽,我是卡罗斯 这个新鸳鸯蝴蝶梦 真的人起很多的人的关注 这两天特别多人在留言 那我们今天再从旋律和第一段之后的歌词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好吗 开始了有关这首新鸳鸯蝴蝶梦的解说之后 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留言 天长边说他明白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版本 辛之洛他说 这个粤语版带你给他最深的印象是 他的相音节词插成A与B,A或B 他的意思就是那些伤害变成了伤与害 爱恨变成了爱或恨等等 这种修奇在广东歌确实有很多 但是不能用的太多 用的太多就很烦艳了 还有期待我的带座新鸳鸯歌词很美等等 还有1993年大街上都是这个旋律 哦,原来大家都很留意 这首歌很喜欢这首歌 他究竟有什么魅力了 假如你问我一首歌为什么成功 我会跟你说一首歌的成功 无论旋律歌词还有这个编曲 还有这个歌曲是配合什么样的媒体来做推广 这些都有影响的 而新鸳鸯蝴蝶木就是在各方面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正如我的粉丝说在1993年红遍大家小号 我们先来看黄岸的旋律 谈到旋律啊 在之前的视频我肯定有跟大家谈过 什么是七声音阶 什么是五声音阶 以字代调 多等于字为例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即七声音阶 可是我们中国的音乐是用不了七个音的 我们只用五个 我们不要第四个跟第七个 剩下来就只要 D L MI SO LA 回过来 D 现在我开始弹的 就是这个以G为主的五声音阶 现在我们看看 新艳阳五天梦的旋律 看到了吗 从来都没有这个 发和替 照我们中国人听来 这样的旋律就很顺耳了 中式的旋律 加上李白的诗词 然后再做一个比较中式的编曲 再把这个歌曲 放在一个中式的电视剧 来做主题歌 这样的配合 这个歌曲能不红吗 所以他当年这么受欢迎 是有理由的 现在我们不妨来听一听 卡洛斯现在为他改编的粤语版 是不是有一样的魅力 好吧 这个编曲 我是用原来编曲 一样有中国的风味 对不对 而我的歌词 昨天我已经分析过了 也是有李白 诗词的 诗意的 相同的诗意力 肯定在内的 昨天我只说了一段歌词怎么写 那后面又怎么样了 王安也用了其他的诗 李白之后 自然就是道府了 道府的借人里面有 担见新人笑 哪闻旧人哭 有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 是这样唱的 有来只有新人笑 有谁听到旧人哭 爱情两个字 好辛苦 之后又用了李白的诗 误苦不知足 得隆又忘俗 那只是用了自助两个诗 我觉得这一段的中心思想 应该是 有人在爱情里面 贪心黄旧 所以只有信人笑 没有听到旧人哭 受苦的那一方 应该是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撞糊涂 那是应该怎么样 他没有给这个答案 所以知多知小 难知主 也是说这种贪心厌旧的爱情 昨天我们说的三个月语版 其他的两个我们都说了 我们就来看看那个官方的好吧 他的第二段是什么 历片风发雨雪远 何有结果何有缘 上天上来太深酸 这个好像跟新人救人没有什么关系哦 原来他把新人救人放在这里啊 旧爱一生再见后 转眼神风走过来 爱心不爱旧 还是爱 我自己最不喜欢是这一句 这样说话不是有些无赖吗 原来大福的诗应该是比较横处的 但见新人笑 哪吻旧人哭 应该是用第三者的角度去看 嗯 新人在笑 旧人在哭 而这个歌词 爱心不爱狗玩是爱 就好像一个渣男 在为自己辩护 我爱信 不爱旧 我还是爱人啊 这样说我觉得有些别扭 你觉得呢 好像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 贪心厌旧 好像没有什么问题 包括今天的时代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拿我现在改变的版本应该怎么样呢 大家不妨来听一听我的版本吧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的改变怎么样 我只是保留那个遇见新患之后 很害怕见到旧人 还在怀疑这个变质的爱情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需要清楚和爱恨 还是壮作风垫不知道 还有最后我说 背着爱呢 这个说谎言的故事 人人都有一点大 我再唱一次吧 遇见新欢怕念够 上爱双手抛脑后 变质的爱情谈何否 是要清楚爱或恨 装作风垫不强扣 雪风的故事谁没有 好了今天分享到这里了 你要听这个副歌怎么改变 还有整个完整版 留言明天的发布吧 我是卡洛斯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您关注点赞 集中安发 再见